这是一个听神父 修女和教友们 分享他们在圣经里 得到的感动和实践的节目 你会听到这群天赋的使者 最喜欢的一句圣言 和他们的生命故事 启程之境 由心展开 欢迎入列 我们一起出发 圣经里面我最喜欢的是 撒末尔纪上第三章第十节 上主请发言 你的仆人在此静听 上主请发言 你的仆人在此静听 这个是个非常有互动的一个场景 上主请发言 表示说有一份信任在这边 所以我在我的生命之中 我愿意听天主 你怎么跟我讲 所以上主请发言 我是你仆人 在这边 我会照你所说任何事情 我愿意全心 全力全灵去执行 所以我以仆人心态 天主请告诉我 下一步我怎么做 台湾第一座天主教堂 玫瑰堂 坐落在高雄的爱荷桥畔 是1859年 清朝咸丰年间建造的 现在已经有140年以上的历史了 玫瑰堂的旁边 是天主教乐人幼儿园 从围墙外往里面看 你会看见 这栋重新整修过的幼儿园 整个内部装修很典雅 很温暖 也很漂亮 它的门楼 却是一片斑驳的旧墙 一楼的回廊 有很多历史照片 和背景说明 从1949年 第一批圣公修女 踏上高雄这个地方开始 这里曾经是孤儿院 圣公修女会的会院 台湾第一所天主教医院 乐人医院 不同的人 因着不同的缘分 通过这道门廊 来来去去 这里是很多人的回忆 孩子们嬉笑声的背后 其实是一个好长好长的故事 这个故事有多长呢 这一集 我们就跟着天主教 圣公医院的院长 杨依华修女 穿越历史长廊 听她告诉你 一个关于她 和圣公修女们 为台湾奉献的故事 我们先来听她的故事吧 请问你这个仆人当多久了 我是1978年 进入圣公修女会的 所以这样多久了 44年 曾经有累过吗 也有 我跟平常人一样 也有累过 当 比较多是在工作上 工作上 有些的 挫折 应该是这么讲吧 是觉得是很疲累 而这挫折 是在面对 健保制度 健保大环境 有些事真的是 会觉得蛮挑战的 你觉得你在跟天主 讲话的时候 他会倾听到你的心声 你的痛苦 你的难处吗 我想是的 这种子天主的声音 不直接跟我们讲的 是借着很多的人事物 启发 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需要静听 唯有在安静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听到 天主声音 才能够借着人事物 我唯有安静下来 我才能够听到 天主声音 所以常常这句话 放心里面 安静下来 天主请教我 在这件事情上 我该怎么说 我在还没当修理 很年轻的时候 我很喜欢一种的 户外运动 就去爬山 我很喜欢爬山 每次我再爬到 山顶上去 我看着 这么壮阔大自然 看着这么美丽的 天主的画工 晚上看着天上的 武术行星的时候 我说天主 你在那边 我知道 你在那边 没有你 怎么会有这一切 所以我觉得去爬山 去接触大自然 亲近大自然 就亲近天主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我会很安静的 去看到 去想 往前面路怎么走 所以我觉得 好几次 我在爬山的时候 我看到那一切 我说天主 赞美你 我愿意成为你的工具 一辈子做了工具 去显扬你 无限的伟大 我想这个 跟我在街上自然 这样子去倾听 天主声音 我想对我胜招 是个启示 什么关键点 让你决定 要穿上那件圣袍 我想 当我在祈祷时候 我说天主 这是你要 给我解释吗 如果你是的话 我愿意接受 好吗 我跟天主说 好吗 那我觉得 心里很平安 这就对了 当我们安静的时候 做了决定 心里有平安 我认为 这就对了 唯有在安静中 才能够 很深的跟天主交往 所以我想 做着决定之后 我会很高兴 往前走 事实上 这是我内心的决定 外在决定是 有一次 我是住在善化 台湾先上化镇 主教去 我那圣堂 去做弥撒 弥撒完之后 我在后面 帮忙整理东西 主教进来 就要问我说 鸭小姐 你有没有想过 当修女呢 我看看主教 我就有了认识了 内在跟外在的 相碰击 让我觉得说 天主 你是又借了 另外一个人 来启示我 我的选择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很认真的 去寻找修会 我愿意过这个生活 但是有很多修会 可以做选择 所以我也是 经历过一番的 考虑之后 我就选择 圣公修理会 作为我 借着这个修会 一起 跟这个修会 修理们一起来 打赴天主招教 一起做他的 一群的仆人 来侍奉天主 你曾经想过 你有那么大的 领导能力吗 没有 从来不晓 有天我当院长 看看这个部分 那你从一开始 你说你有了圣招之后 你开始在寻找 其实选择修会 也是要看心灵的感应 因为我第一次走进 圣公修理会的时候 是一个下着毛毛细雨 的一个下午 让我走啊走啊 前门 怎么看不到 几个人 就往后走 我是从他们 后面厨房走进去的 他们说 你在这边 我们找不到你 所以我是从后面厨房 进入到这个 圣公修理会的 接待我的修理 我们就聊得很高兴 我就觉得 有在家的感觉 回家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 我去看其他修会 没有过的感觉 这就对了 我常说 当我做个决定 心里有平安 对了 所以因为这样子 静下心来 听天主声音 好重要 我也看到是一个 这个团体 真的是在 大复社会需要 不管是医疗 不管是教育 社会工作 都是在 大复社会需要 我觉得 这就是我愿意 接着是修会 活出爱 活出天主 爱的一个修会 人在安静独处中 找到自己 选择圣公修女会 不单单是因为 她有家的感觉 修女特别谈到了 圣公修会的精神 哪里有需要 我们就去哪里 去聆听时代的讯息 接下来 我们要听修女 告诉你有关 圣公修女会的故事 圣公修女会是 台湾的简称 事实上 它名称 是一串 听不懂的语言 天主教圣母污染原罪 传教修女会 因为这是非常西方的翻译 所以在台湾的话 你一定要踹那 听不懂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认为是说 要让人家认识我们 比较容易去沟通 去俯传 所以我们就用 圣公修女会 这个是在意间里面 蒙遗养正 视为圣公 更早说应该是说 我们是在1910年 是一个德国籍的主教 叫巴尔曼主教 他是在巴西传教 然后在巴西的时候 他需要有人帮忙他传教 于是他回去德国 就邀请了 我们那时候 还没有入会以前 我们的会主 会主叫唐行杰 到巴西协助他传教 以后他看到当地需要 特别是在巴西的亚马顺 河边需要很多孤儿 需要照顾 所以我们就开始 是成立一个修会 来照顾当地孤儿 这样开始我们修会的起源 1910年 后来就是逐渐的传教需要 就是扩大到美国 他也回去德国 非洲 中国 所以我们也是到中国 去一段时间 在中国设立了乐人医院 乐人医院在那时候 去设立孤儿院 照顾当地孤儿 然后后来就是 接收了圣公女中 就是因为下校长 回托我们去经营跟管理 他说 我一定要回托一个修女会 来帮我继续我的职业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们的圣公女中 所以那是在1930年 40年代的故事 到1949年 就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因为政治的缘故 德国人就被赶出来 所以德国人带着我们几个 年轻的中国籍的修女 从中国到台湾 所以我们就是在台湾的高雄 落脚 当时因为我们有做医疗的经验 而且我们里面修女 有个德国修女 叫方怀仁修女 是很有名的德国籍的医生 他是医生 所以我们在高雄开始时候 就在现在的主教圣殿旁边 设立了圣公医院 他都开始的 1949年的时候 在当时就是 那个时候叫乐人医院 叫乐人医院 事实上的话 乐人医院前生在 天朝是叫人慈之母医院 在台湾叫乐人医院 所以当时就是因为战后 一方面是 我们的德国修女 是个女人 女生 所以妈妈们 比较喜欢让女生节省 还有战后婴儿潮 就是出生率很高的时候 就讲一个月 曾经一个月生400个宝贝 所以那时候 所以等于是说 那时候是因为时代需要 是的 所以我们就是在 父产各方面 就是在南台湾就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生孩子 去乐人医院神 因为那边有修女医生 那很多修女陪伴你 也是因为这样子 打下了我们 以妇佑为主的服务 医党服务 在台湾最艰困的年代 1945到1960年代 也就是台湾战后 最艰困的十年 这群修女 投身台湾最需要 也最缺乏的医疗和教育的这一块 医疗以外的话 还生下来 日活怎么办 要教育啊 所以我们就办了乐人幼儿园 就开始小朋友长大了 去乐人幼儿园受教育 然后再更长大一点 要往上走啊 所以我们就在 把当年天津圣公女中 去台南复校 就是能是再一次的 把教育的年龄 往后延伸到中学教育去 然后还蛮长大了 就很多的需要 很多社会问题 需要处理跟解决 所以我们又设立了 圣公社会服务基金会 就是一步一步看 社会需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去做什么 所以我们圣公修女 有一切很重要的 决定的精神就是 哪里有需要 我们就去哪里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很开放的 去聆听时代讯息 去答复社会需要 因为这样一个精神 让我们在日后 在台湾做任何的 服务工作时候 都回到这样一个 修会的创会精神 我们神恩就答复 社会上最急需人的需要 听院长这么侃侃而谈 我想你跟我一样 会觉得修女 不只是上帝的仆人 她们更是能人 她们一向只做不说 选择一条 简单却又艰困的路走 她们在行动中 回应天主的爱 因为这样子 我们在1978年 后来就是因为 服务的床术 并忙不够了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就这样搬过这个地方 重新变成一个综合医院 内科外科 妇产科 儿科 什么都有 综合医院 所以我们也改名叫做 圣工医院 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 我们继承以前的精神 可是我们运用新的精神 来服务 就变成圣工医院 所以我们就往前走 那是1978年事情 其实在那时候 就也是民国六几年 慢慢的我们社会 也不断的在改变 经济的成长 然后年龄层 也越来越老化了 当时的张狼婴儿潮 慢慢慢慢的 从年轻时候 这是正常报国 然后就整个带动台湾 整个经济成长脉络 慢慢的到1996年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 当时已经有 社会结构老化 老人需要服务的景象 我们在夜明 在跟家人谈话时候 我们意识到 在当时 有不少的年轻一代的人 如果要照顾父母家人 好像很头痛 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四五十岁 然后父母是七八十岁 他们就要工作来养家 小的老的都要照顾 可是爸妈妈妈在家里面 哇 撕开了忘了关 跌倒了没人看到 所以这就是一个慢慢老化 需要不同照顾时代 所以我们看到了 再次的 在天中命前说 上主请发言 也仆人在此今天 这个时候 我们深宫修女 我们要做什么 继续往前走 大步走 走在别人前面 所以我们开始设立 高雄第一家 日间照顾中心 所以让长辈们 白天到中心来 我们照顾他 就给他安顿 不管是吃饭 不管是吃药 不管是生活照顾 然后休息一下 傍晚的时候 孩子们带回家去 日间照顾 26年前 这样是30年前 你看你们走得多早 所以后来很多 各地方的政府单位 都看到你们这么做了 它是因为社会的需要 所以公部门就开始做 然后还向你们取经 跟你们合作 对不对 这个我都晓得 真的 是的 因为我访问很多的社会局 各县市的社会局的主管 处长也好 局长也好 他们都有提到 向修女这边取经 因为你们走得很早 所以你们会有些经验 只是一注就是 壁路蓝旅 因为钱比较有限 对 可是公部门比较有钱 所以一定要 结合你们的经验 他们来做得更大 但是你们总是走在前面 对 所以 还有后面发展故事 所以我们大半了 半年多以后 我怎么注意到 平常有人来这边参加 我们这个日间照顾的 有几个爷奶奶 怎么没看到 所以有天我在医院 就碰她子女 我说 哎 蒙古太太怎么没看到 你爸爸最近来医院呢 她说她生病了 她生病 我们没有办法 晚上也照顾她 那她需要住院 所以不得不 找个医院 就是先站住下再说 然后再看看怎么办 所以我们一直到说 哦 原来日间照顾白天 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因为有些疾病 有些白天上班 晚上要照顾 父母的子女 体力不够 没有办法 日以继续照顾 她问我说 兄弟 你们做白天 为什么不连晚上 也帮忙我们照顾 哎 所以我们想到说 哦 是哦 他们的需求是 不只是白天 晚上也能照顾的话 是他们需求 所以我们就说 好 当时我们就把病房 稍微整顿一下 一个角落 就设立50张病床 开放 让这些晚上 也需要照顾的 长辈们住进去 后来的发展 就是50床 后来就是马上就满床了 我们再来100床 然后也满床了 150床 200床 我们就这样 一直一直开 那时候是前面的 五层楼 旧的建筑 1978年 后来就是因为不够用了 整个都是医疗 不只是照顾 照顾长辈 包括医疗 很多的 这些的这种 开导房啊 教育病房 都不够用了 所以我们就 重新再盖了 医疗大楼 地上13楼 地下4楼 那是在2002年 正式的改完启用 所以我们就把 旧洞 重新再修理 整修过 就开了200床 虽然在港南台湾 就非常非常多的床数了 可是 还是不够用 后面来排队 登记的不少 那我们也很为难 我们就只好 就只好照排队啊 所以修女 你应该是最早 看到 感受到 台湾高龄化时代的来临 我想我们修女 这样孕妇 的确是看到 越来越高龄 越来越老化的社会 我们看到了 我们也不断在服务 可是永远都不够 是的 而且更严重的是 2025年 超高龄 社会来临的时候 是20% 我里面就有一个 我们护育之家 好几个是百岁老人 平均都八十几岁的 是蛮高龄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这样子一个新时代来临 也看到我们经验里面 身边不少人 都要跟我拜托 能不能安排 我的家人进去住 那我也很为难 因为床树 我说床就是床 我生不出来 地方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们唯有 应应实在需求 看怎么样来往前走 难怪很多人说 他们就是穷人的天使 看见我们所不知道 看不见的 修女们总是低头弯腰 为弱小的人服务 早在20年前 圣公医院就创建了 失智日照中心 减轻失智者家庭的负担 让失智失能的长辈 能够得到该有的照顾和尊严 很快的 台湾2025年 就正式迈入超高龄时代 照护的资源普遍是不够的 这一群了不起的修女 他们站在第一线看到了 所以很勇敢的 也很大胆的 选择了在高雄艳巢基地 准备要新建圣公家园 所以因为这样子好几年 我们就在规划 我们要找一个 在郊外空气好 风景好 亲近大自然 就亲近天主 这样一个地方 来让我们长辈 在老年时候 可以一个很好居住的地方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在高雄县的宴巢 宴巢就离我们这边 开着30分钟 那个地方 我们就决定那地方 来筹设 规划 这样子一个长照中心 所以我们也是经过 很多过程在思考 什么是最需要的 我们服务的人 是哪个族群 因为在外面很多那些 银法族的 很豪华的 什么什么那些的 住居住场所 像长庚的养生村 或很多地方 我说那是我们要服务的对象吗 所以我们检查结果说 不是 我们要为急需者服务 所以我们锁定我们的对象 第一个失智 第二个失能 所以我们会悠闲 服务将人 失智照顾的住宿型 在高雄 好像已经就一家而已 床数不是很多 失智的长辈是很难照顾的 特别是初期还好 只是有时候忘记着 中期就有点开始烦躁 而且会到处跑 找找不到 很多危险的事情发生 到了晚期 那就是比较更好照顾了 就等于是 比较没有出去的能力 所以我们就想好 那这地方 我们要变成是一个 综合性的长照中心 什么综合性 这我们有住宿型 有居家型 有社区型 是按照长照法里面 叫做综合式的 这种照顾 住宿型的话 是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就是 对象就是会失智跟失能的 所以我们规划 所以我们规划 这个综合长照园区 在住宿型上 是一共有198床 包括在第四楼 有48间单人房 是为纯粹失智收容的 是失智造个病房 二楼跟三楼 有150床 是为失能的 是住宿型的 然后社区型 日间照顾服务 因为长辈的健康情况不一样 他所需要照顾的资源也不一样 住宿型是已经到家里面 无法照顾 然后就出来 必须要委托专业的机构来照顾 那已经是最后最严重的情况 但是还有就是白天可以出来 所以我们在一楼 有设30个人的日间照顾中心 就像一开始我们做的一样 那是属于社区型的 然后还有居家型的 居家型就是 它的生活功能还可以 我们可以用医院派医生 做居家医疗 居家护理 居家复健 还有居家照顾员 帮我们做家务等等 就是把服务送到家里面去 所以这是住宿型 设居型 跟居家型三个 结合再次叫做中文式的长照 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刚才提到的十一点是 当我们去做居家型的时候 我们服务的不只是病人长辈 还抱着他家人 因为在这个时代 长辈在家里面 照顾着 Caregiver 他是需要很多的支持的 很多的一些的资源的提供 去了解 还有什么资源可以使用 甚至于是 既然没有请外地照顾员的话 他们是需要一些的新的知识 来帮忙他们 所以我们居家型进去 不只是照顾长辈 我们也照顾 照顾他们人 再来我们认为是说 照顾长辈是一个社会责任 是社会的责任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们应该早早地 让不同年龄层的人 去了解 你的祖父祖母 如何老去 需要什么样照顾 所以我们认为是说 教育很重要 燕朝附近 有好几个大学 到在院校 所以我们也想说 这会是很好的资源 所以我们在想什么 想说有一天 我们能不能用以公代数 以公代数 我们提供几个 就像公督一样 你进来照顾长辈 然后我们提供你 住宿跟伙食 让他们能够早一点 去了解 去认识 长辈照顾 听了真是让人好感动 照顾长辈 是社会责任 要尽早地让年轻人 了解 我们的爷爷奶奶 他们是怎么老去的 我们的爸爸妈妈 他们会如何老去 圣公家园 为爷爷奶奶打造的幸福村 总共有两万五千平方公尺 第一期只有盖九千五百平方公尺 所以还有一万多平方公尺的绿地 可以好好的利用 我们来听听院长的梦想 事实上还有一个想法 还有一个梦想 因为现在银法 银法市场是很可观的 学生们有无限的创意 无限创意 长辈们很多的 不管是辅具的设计 不管是跟这种银法相关的 能够延缓他们 师能跟师智的创意的设计 发现进来 所以这是一个教育跟创新 可以在这个地方提供一片 他能够施展身手的一个地方 只是我在想 有这么一个地方 就会让年轻人会喜欢来 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希望打造成为一个友善的社区 怎么友善法 燕草是一个乡家的地方 我们希望我们每一天 大概应该会提供个 250个人的分数的餐饮 我们希望他蔬果 或是部分的东西食物 是从我们的社区民众来 让社区民众有固定的小路通路 能够照顾燕草附近的这种农民 然后我希望在假日时候 能够办农夫市集 更扩大 把他们东西都带来这里买 然后子女们 孙辈们来看长辈的时候 不是很有趣吗 我希望能够把它绿化 做成一个小公园一样 这些孩子们来看 看祖父祖母的时候 又这样可以去玩 可以陪他们祖父祖母们 推出去 去散步 去玩 去欣赏美好的环境 这样整个社区不是就变成一个 很快乐的 很友善的一个一个社区 这是我们所愿意 就看到这样子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们梦想 再讲一个更好玩的 有次我去嘉义 仁义坛 跟我妹妹去仁义坛 仁义坛 就一个产品顶上看 哟 就上面有炮角区 眼前看着仁义坛 一面炮角 一面欣赏风景 我说太好了 所以我们也来搞个炮角区好了 你看 这屋顶上 旁边就是田野 那个景观很像 越世界那类的 这种山的形状 我说我们在屋顶上 我们来做个炮角区 不是很有趣吗 黄昏时刻 咱妹们 在一面炮角 一面看夕阳 一面看风景 这样不是 什么很快乐 也幸福吗 这是不是很好玩 所以我们就不断在梦想 在做梦 怎么样把这地方 打造更好 我们愿意 长辈们 都很幸福 而不是在 关在房子里面 去照顾他们 这样能延缓 他们是能够实质 一起来享受 天主所造 美好的大自然 这不是很棒吗 你这个仆人 你每天都在想这些 那么多的点子 你应该是 你告诉我们 你是怎么想来的 有去进修吗 有去参观吗 还是怎么样的 去吸取这些 我有贵人相助 天主 不只天主 天主是我们的 最高的领袖 可是我还有 在凡间 人世间领袖 我们有几个 外来顾问 台北双联安养中心 执行长 蔡芳文先生 就是我们的顾问 他很有 照顾长辈经验 然后另外一个是 叫做 廖学志 他以前是 圣马典医院的副院长 对建筑 他很有经验 我们医院 有公务 有总务 有团队 还有建筑师 所以我们每个月 一次的 建筑会议的时候 就很热闹 不只天马行空 想这想那个 我们要很细心的 去设计 什么地方 可以让长辈 更舒适 更安全 就是这种 每个细节 我们能够想的 这样去想 不会是让长辈 在这边的时候 安全 舒适的照顾 梦想跟现实 是有距离的 是的 那我们的钱呢 经费怎么来呢 是的 跟你讲 我们2002年 盖新医疗大楼的时候 跟那个银行贷款 还有两亿还没还完 你看我多大胆 前面债还没有还完 后面又要痛了 就想做别的事情 那我想是说 是的 现实 一定要顾到 不是只有梦想而已 我们认为是说 照顾长辈 不是很公修女的事情 是社会大众的事情 我们何不来呼吁大众 大家一起来 对不对 我们是以我们经验 专业的经验 来帮忙你们 来一起照顾长辈 可是我们需要经费 来完成我们共同的使命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们修会考虑很久 因为没有钱 什么事都万万不能 可是我们正常 可是我们就看有需要 所以我们说 啊 问如何 我们从来没有做事情 包括盖成功女中 从来都没有过 说一大笔钱等着 我们来开始盖 都没有 都是一面走 一面募款 一面盖 就是这样子 做过几十年的服务 所以我知道 我们还有 钱还没有还完 慢慢还 我们要做另外一个梦 但这个梦 我们过去很少 跟外面大众募款 没有过 这一次我们说 我们要去募款 请这位大众一起来 帮忙大家 来完成 照顾长辈心愿 这个圆梦计划 圣公女中的老校长 李亚娟修女 是第一个响应的 最开始发难的时候 不是发难 开始响应是我们一个修女 叫李亚娟修女 她以前是圣公女中的校长 她最后知道她喜欢画画 她就把她画油画 做人画籍 做人画籍 所以我们很义卖 所以我们去年 九月十月开始 我们修女们 老老少少 每个主日 礼拜六晚上 礼拜天 或礼拜天晚上 真的是 稀老服幼 我们就去各个堂区 去跟教我们讲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请你们支持我们 然后这一本 一本的阅历 一卖 三百块钱 请你们赞助 我们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开始的 整个的募款过程 非常非常感动 有人说 一千块丢进去说 我就奉献了 甚至有 我在法地马堂 他有小男生 他就很高兴了 拿着五十块钱 跑跑跑过来 丢进去 他那么高兴 帮忙我们 或是说在很多老人家 很老很老 看包包你们拿出来 他的积蓄 也是帮忙我们 真的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天皇教会的 这弟兄姐妹们 真的非常非常的帮忙 非常的支持我们 帮忙我们 这我们都看到了 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所以的确 我们需要是 跟其业募款 这是我们比较难的 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同路 我不小心跟谁募款 我不能跑去找郭台铭 说请你帮助我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在想 有什么办法 让企业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 同意说 这是社会大众责任 一起来帮忙我们 一起做 但是我们就 还在摸索 该怎么做这事情 很重要 因为企业的捐款的话 数目比较大 不只是五十块 或一千块而已 因为整个的工程 目前的话 最低是六亿保守 还有四倍 现在不到物价上涨 你账百分之二十 你看就不得了了 所以的确是 看着这种的 物价上涨 再往上跑 哎呀 我的心有越来越紧张 知道吗 我要募款的 这种速度 还比不上 到上涨程度 也的确 会分担心 那我们也相信说 天主 如果 这你要我们盖的话 请帮助我 请帮助我 怎么达成这个目标 圣公医院的终身志工 谢美珍 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 她是乐人医院 第一位 领友执照的护士 和麻醉师 她说 圣公也乃幸福村呢 是修女们 早在二十年前 就规划的蓝图 最让她感动的是 修女们一心只想为 最弱小的子民服务 这个想法 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叫谢美珍 圣公医院 现在都叫彩妈妈 因为我的先生 曾经是圣公医院的 医疗部主任 我呢 是乐人医院的 第一个正式的 有执照的 富士和麻醉师 我一直没有离开过 圣公医院 然后我先生 一直到他 到天堂去 我们夫妇两个 都没有离开过 圣公医院 当二十几年 买了这块地 他就一直在讲 盖吧 盖个养老院 我可以住进来 我可以以后在这里 做住诊的医生 他一直就是 很有这个愿望 到现在 当修女告诉我 要开始要动土盖 我好高兴 我能够帮忙 尽点力量 我就尽量地 为这个筹缓 因为盖这个 要很多的钱 叫高雄市 对南部 没有像修女这样 要准备一个 为实质病人 为实愣的病人 真正有个很好的 照顾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的 安养院 我们也曾经讲过 说要不要 盖一个老人村 可是我们的修女 他们的爱心说 那些失智的 失能的 更需要我们照顾 台湾现在在 这块地做得很好了 但是比起欧洲来 做得还差 但是我们会一直努力 我的愿望就希望 老有所踪 老人家可以 安安稳稳地 在那里度过 她最快乐的余生 或者帮助他们 这些可爱的修女 我从很年轻时 就很喜欢她们 她们一直 真的牺牲精神 她们做什么事情 就像圣经讲的 左手做的事情 不让右手知道 所以人家没有看她们 但她们真的很可爱 真的在牺牲奉献 但是是默默无闻的 这批可爱的修女 她们非常的乐观 也很牺牲 未来圣公家园 也乃幸福村 是位在高雄的燕巢 就是从秦南公路 要往佛光山的方向 院长说 这是天主所在的幸福村 谈到这个幸福村 院长的眼睛又亮了 她说这是天主所在的幸福村 当然要有一座小教堂 而且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小教堂 让经过这条公路的人 被她吸引 她希望这座小教堂 将来会成为这个地方的地标 我希望有很漂亮的教堂 因为前面是公路 我希望是大家 哦 那个很漂亮的天主教堂 会吸引他们停下来 会进去看看 我们都找国外的一些图样 跟建筑师说 能不能类似于这样子的图案 就比较漂亮 会吸引人 一进去 这边是马路 一进去就是圣堂 最多重要 漂亮 很庄严的一个 朝拜天主的地方 旁边就是一个 让老人家生活得很幸福 能够延缓失能跟失智的地方 我觉得你那个爱的能量 实在太大了 我要跟听众朋友说 刚才我在跟院长 在谈他的整个构想 愿景的时候 他好几次 眼睛里面眼眶是泛着泪 就是他一讲到 他是天主的仆人 他要怎么做 然后一步一步 这样子走来 让我看到天主 在你的心里面 占有满满的分量 我常常想说 到底我们的传教修女 能够做什么 那他要散书记 今天早上 我还想到散书记 活出爱 活出爱 这是他的那本书 他有一本书 就是他在高铁站 背景是高铁 他贴这个包包 就是旅途中的一个人 那幅画是非常非常美 一个人活出爱 他可以不记辛劳 就是因为天主爱 在他身上 在我身上 我这一辈子 我小小仆人 我是你的工具 就活出爱 才是我们真正的传教修女 能够用这样去彰显 他的大能 能够为社会上 做一些 别人需要 我们去服务的 在最极需要地方 我们就走进人群去 为他们服务 我觉得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他很难想象 信仰在你身上 所产生的力量 真的 人算什么 就像刚开始一样 到大自然中 我看到整个 整个美丽宇宙 人算什么 对我们建制 这样的照顾 人算什么 所以我们 就是为了要 宣扬天主光荣 人算什么 那怎么宣扬法 活出爱 在我们所 投身的生活 在我们所 投入的工作 都是在活出爱 只有这样子而已 不管战争 不管瘟疫 有爱才有希望 2021年 当COVID-19席卷全世界的时候 教宗方济各任命了一支 梵蒂冈委员会 就后疫情时代的未来 教宗给这个委员会的任务 是替未来做准备 天主教要主动去行诉 这个即将来临的未来 这个世界 所有人类的生活 就是一个长篇故事 这群修女 不只是上帝的仆人 他们选择一条艰困 却必须要走的路 在行动中 回应天主的爱 但愿 我们也能够成为 修女的翅膀 陪她们飞向远方 替未来做准备 他们主动去行诉 这个即将来临的 未来世界 希望你我都不缺席 2022年到2025年 时间很短 他们正在跟时间赛跑 听完今天这一集故事 我们不能只有祝福和佩服 希望您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希望有更大能力的企业家 听到修女们的祈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